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喝情话 没有不同 那就爱我吧 我的爱现在独家 如果听不懂的是傻瓜 谁无所谓 谁是第一顺位 告白 告白 我的爱现在独家 请打下一个热线电话 谁配不配 而实现两机会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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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欢迎忘了我 都忘过 拿着号码 全部找好 4 in the girl 从现在开始崇拜我 用力感觉我 你还在等什么 肩膀指甲 留长头发 身体摇摆摇摆 我没办法 我一次爱去狗 压子爱去狗 请你一起请我 我想把你带回家 有寂寞的星球 都有恋爱的理由 王子和青蛙 没有不同 那就爱我吧 我的爱现在独家 如果听不懂的是傻瓜 谁无所谓 谁是第一顺位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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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现在独家 请打下一个热线电话 谁配不配 而实现两机会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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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现在独家 如果听不懂的是傻瓜 谁无所谓 谁是第一顺位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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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现在独家 请打下一个热线电话 谁配不配 而实现两机会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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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为大家演唱的呢 是在国内炙手可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组合 叫明俊女孩 大家好 掌声送给明俊女孩 谢谢 谢谢 看到了这三位姑娘在台上啊 在歌在舞 非常的活跃 非常有青春气息 这个组合呢成立已经几年了 四年了吧 四年了 每一个组合啊 都有每一个组合的特点 特征 个性 想问一问 你们仨的这个组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组合都有它不同的特点 明俊女孩的特点呢就是 时效 帅气 性格 她们呢是快乐的一个组合 给大家带来欢乐 但是任何的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快乐的背后呢是很多的辛苦 看上她们满脸的阳光灿烂 实际上呢在这个训练 排练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艰辛 她们曾经去过韩国 进行过魔鬼式训练 给我们大家说说魔鬼的什么程度 那应该是两年前 就是明俊女孩刚出道的时候 公司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起点 让我们去韩国陪训了一年 我们当时兴高采烈地去 哎呀 可以去韩国了 可以去商品了 可以去买衣服了 但是到了那以后就觉得 天哪 跟监牢一样 就特别想回家 每天能训练多少时间 每天大概训练九个小时 这样子 每天都训练什么科目 对 几乎以舞蹈为主 就是不同的舞种 天天练 对 天天练 而且苦到那个时候我有吐血 大家相信吗 是吧 胃不是很好 对 之后我们吃完饭之后 休息一段时间 就要一直地练 之后中间不可以停歇 不可以歇下来 之后那个时候我说老师 真的我胃已经不可以了 老师以为是可以继续练习 之后我真的是吐出来了 老师说好吧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多吃点泡菜吧 对 吃泡菜吃的 是吧 这个常言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她们这三个女孩呢 在台上也是一台戏 想问问你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配合得也很默契 您生活当中呢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 一般都是在排练上 选歌上 或者你唱哪句啊 我唱哪句啊 哪句唱得不对啊 经常会为这件事吵架 对 真值得 你们真爱工作 就是不为生活吵架 我就不信 女孩子之间经常为了 没有了 不是 没有了 不是 没有了 对 我们还小 还小啊 可是我知道你们的歌曲当中 那个心可不小 有一首歌叫《丘比特》 差不多 爱神之剑 把爱神之剑送给朋友们 看你像一魂心跳 变成淡红的香皂 呼吸爱刮的美笑 喜欢看你的微笑 我的心事也不会知道 能跑 氧气在燃烧 他会不会爱上我 就比他我向你祈祷 甚至即快出发 舍着来的心里呀 我期待 这辈子已经离不开它 爱是指尖要指甲 千万不要再拖发 有了你呀 这一生幸福潮到家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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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看你双眼回心跳 猫红的像樱桃 呼吸 爱挂在梦梢 喜欢看你的微笑 我的心事你不会知道 奔跑 氧气在燃烧 他会不会爱上我 他会不会爱上我 想你可我想你祈祷 爱是指尖快出发 奢求他的心里呀 我期待 我期待 这辈子已经离不开它 爱是指尖要指尖要指尖要指尖 千万不要再拖发 这一生幸福潮到家 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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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乐五周快乐 进行时 朋友们快乐需要给予 快乐需要分享 其实快乐就像喷香水一样 如果你把天气逐渐转热 以及潮湿天气持续 一些地方手足口病 发病开始增多 截止到4月6号24点 山东累计报告手足口病 11717例 其中重症260例 死亡16例 累计康复7117人 目前山东已经开通了 每日情况网络直报 启用定点医院 北京市手足口病病例数 近年以来已经达到1000多例 患者88%是5岁以下儿童 北京市卫生局已经下发通知 要求拖幼机构 一周发现20例手足口病病例 或者两例以上重症病例时 要关闭两周 北京儿童医院已经开设了 手足口病专诊区 专家表示 今年的手足口病病源 以EV71为主 病毒通过消化道 呼吸道等接触传染 一旦发病 容易引发心肌炎 肺水肿 无菌性脑膜炎 脑膜脑炎等致命性频发症 4月份天气